日韩三国领导人将于18后在美国华府近郊大卫营举行三国高峰会 日美独卖新闻披露 美日两国将在个别会谈期间同意合作开发新型的拦截飞弹 来对抗中俄和北韩正在研发的极音速弹头 典型弹道弹头从太空下坠至目标期间沿着可预测的轨迹飞行 但极易速飞弹能够不规则轨道飞行速度可达音速的5倍以上将更难被瞄卷 要是美日确定合力研发新型飞弹 将会是两国在飞弹防御技术领域上的第二次合作 对南韩自行研制的新一代战机KF-21猎鹰首飞成功之后 替韩国空军创造了多项记录 民众兴奋不已 南韩网友还自制起动画片 而且影片中韩文穿插 不没披露 南韩民众替新战机感到骄傲之余 也制作了想象中的空战影片 甚至出现了KF-21单枪匹马摧毁整支大陆舰队的桥段 这应该是意志052C驱逐舰郑州舰 众所周知 052C因为配备多面向空战雷达 而被誉为中华神盾 作用类似于美国周斯顿舰 然而就是这样的神盾舰 在韩国导弹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陆媒批评 KF-21战机虽然被韩国称作第五代战机 初期按五代机标准设计 但实际上并不是隐形战机 影片中辽宁舰和山东舰 踩双航母战斗群出动 也被韩国的FK-21战机全数歼灭 无视于其他驱逐舰护卫舰 以及歼15战机所组成的防空网 甚至将它们一一摧毁 也让大陆媒体和网友直呼 这样的自嗨实在太夸张 建林韩宗报导